中央社前副总统吕秀莲今天说,她是绝对认真要选台北市长,不会给民进党多余空间做礼,让她质疑民进党全民调方式充满拳击,如果政党没有更好的方式选出最好的候选人,干脆开放。 吕秀莲今天发布证件包括普建计程车休息站,恢复近老金,推动好管家专案,小秀柴学堂,让台北市处处都是花。 她说,该是要让女性来治理台北市的时候了,我是绝对认真参选台北市长,我不做秀,也不会给民进党有多余的空间做礼,让过去除了前总统陈水扁,民进党在台北市从来没有反式挑战。 吕秀莲认为,今后两三年是全体台湾人民生死交官时候,如果不让台北市脱胎换骨,跟国际接轨,只怕未来命运不堪想象,她是抱持这样心情,不是恋战权威。 她说,她提倡的是,民进党在台北市这局干脆开放,这次县市长初选,从南到北完成全民调,没有不纷争的,没有福气的,因为民调充满权机与意义。 吕秀莲说,传统上,有全体党员基于对党的效忠与政治理念,有党员决定候选人,那个可靠性比较大,后来改成全民调,但她问了很多候选人, 有人花了上千万,甚至请来饮歌心,一大堆人唱歌,请另一群人来听歌,然后问民调时候要不要支持,民众回答要要要,再问以前有,没有人打电话给你,你有没有接过电话,却几乎没有。 他质疑,这个民调是像空气做的吗?是像鬼做的吗?还是像敌人做的? 如果政党没有更好的方式,替选民选出最好的候选人,干脆开放,想选的人,自己负政治责任,归兔赛跑很难知道输赢,要看投票,当天选民的取向,不是看今天。 吕秀莲认为台北市选民谁真很高,如果政党提名不当,剥夺市民投票权利不如开放,因为初选机制已经没有用,哪天查一查,说不定会发现某人的王军不在台湾,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。 这样子不知有所谓的王军不在乎?